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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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课就跟小海说 你可别写了 我这心脏不太好啊 你说不写就不写啊 我还差个结局没写完呢 一 我把小峰和他爹杀了 我和他妈独享二人世界 二 他妈把小峰和他爹放火烧了 我和他妈还是独享二人世界 你选一个吧 第二天校长接到举报 说老鱼偷数学券给学上 就把老鱼辞退了 而这边小峰跟他妈说 想找个正式的数学老师 不想跟小海玩了 小海一看 这也没有他位置了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尾呢 就来到了老鱼家 跟老鱼的媳妇闹上了 老鱼的媳妇也热情地招待了他 等到睡觉的时候 小海又开始洗 什么雪白的皮肤啊 什么急促的呼吸声啥的 反正就是那些让人浮想连篇的词 老鱼回家看完这个作文 当场就炸锅了 就问你是不是跟小海睡觉了 老鱼媳妇说 喂完再去 然后俩人就干起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 老鱼跟小海在公园又见面了 他来就猜对面楼里的人都干啥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别说老鱼蒙圈了 我这小学语文科代表都蒙圈了 咱也不知道写的是真事啊 还是小海虚构出来的 麻烦看过的朋友啊 在评论区给大家解读一下 反正我是没看明白 好了 如果喜欢这个电影的朋友 欢迎关注 点赞 评论 我是神刀旭哥 我们下期再见